天气变冷,不少人喜欢吃姜母鸭或是火锅 但医师提醒,冬天是心血管疾病的耗发季节 进补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曾经有一名60多岁的男子在跟朋友吃完姜母鸭之后 因为本身患有高血压等疾病 走出店外时,冷风突然一吹 他就觉得胸痛,无法站立 最后因为主动卖剥离,送医不治 医师表示,除了慢性病等高风险族群 一般民众在室内喝完热汤之后 可以先喝一点温水 或者是先活动手脚加件衣物 再走出户外,避免瞬间的一冷一热 对心脏还有血管造成压力 老姜麻油与新鲜鸭肉拌炒天冷 来上一碗姜母鸭,全身都暖和起来 不过冬天也是心血管疾病耗发季节 就有名60多岁男子 本身患有高血压和动漫硬化 在与朋友吃完姜母鸭后 一走出店外,冷风一吹 突然感到胸痛,甚至无法站立 最后因血管撕裂主动脉剥离 送医还是回天乏术 平常就在服用一些降血压的用药 或是心脏血管的用药的时候 这时候你的胶感神经把血压冲上去了 副胶感神经却杀不住车的时候 突然间这个温差的瞬间的变化的时候 你血管就会承受不了这个压力 突然间一下子砰一声就会爆炸 每到秋冬换季 心脏外科门诊都会增加约两到三成患者 除了高风险族群 一般人也要注意 想用姜母鸭等锅类 最好肉类占一半就好 可以用豆腐替代降低饱和脂肪酸 高鲜类的蔬菜 菇类或木耳则有助于油脂代谢 另外汤头钠含量高容易造成血压上升 成年人摄取一碗就足够 大部分我们冬令进补的 像这些姜母鸭或是羊肉炉 都是比较像是高钠 高油的高热量的锅品 建议就是一周一次 医师也建议室内喝完热汤或饮酒后 可以先喝温水或是活动手脚 加建衣物再走出户外 避免一冷一热 造成心脏及血管的压力 别让冬令进补不成反而伤身 建议律师兄明台北报导